大家好,我是Hai Chen 那我今天要介紹就是 你寫簡單的小PythonSquid的時候 你會想說我如果要有一個圖雄花界面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那我就寫了一個Squid 然後我想要有圖雄花界面 那我又不想要用PyGDK 或者是用Python Qt 因為要渴很久 所以我想說有一個Tool叫Nanity OK,好 它可以在Command 9裡面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這個Tool 去組合出一些Dialog 那問題來了就是 有沒有簡單的PythonLibrary可以用 那其實是有 不過後來因為我很無聊 所以我寫了一個Tool叫UCLTiP 它就是用來 它的主要目標就是用 在Python裡面用Command 9Tool比較簡單 它做了什麼事呢 它把Command的Maping成一個Python Class 然後Command的參數把它Maping成Messor的參數 然後Command Options把它Maping成Messor的Keyword的參數 那這邊有一個範例就是 Nanity-info-text-high-or 它就會產生一個簡單的Dialog 那它Maping到Python Call 它就會變成一個Nanity的Class 然後你把它Instance成一個Object 然後你用Object-info-text-high-or 它就可以產生一個Dialog 那可是這樣 剛才那樣子還是太囉嗦了 所以我又寫了一個Raper 然後去做一些 有一些比較短的Function 比如說我想要產生一個 Info的Dialog 那我就打Info-high-or 那我如果想要 所以我就有寫了一個Library叫VSGI 那它只是剛才用UCLTIP的另外一個Raper 那如果你要用ProgressBar 就是它會長這樣子 你會先用Progress這個Function 去建立一個Update的Function 那Progress這個Function 就是一直行以後 它就會產生一個ProgressBar 那你又再用Update這個Function 去更新你的Percentage 跟它的Title 那這個範例就是 我先把 先更新那個 先更新到20% 然後等一秒再更新到40% 然後這邊來個Demo 這是完整的SourceCode 那它的功能就非常簡單 就是說我要處理文字 然後每一秒就更新20% 然後直到100%結束 然後它就會產生一個很簡單的Dialog 那它的底層其實是Nanity 所以這樣就燒得很多字 然後另外一個簡單的Example 就是說我如果想要獲得 讓使用者選擇一個檔案 那我就是問他說我要一個檔案入鏡 然後可能限制要在哪個目錄 然後最後再用那個Info的Dialog去顯示說 我得到大概使用者選什麼檔案 然後這個也是Nanity提供的一個視窗 然後就可能選擇一個 選擇什麼 選擇一個這個好了 這是選目錄 好 反正這只是一個Demo說 你現在如果要在Python裡面 用Nanity來去做你的圖形畫介面 你可以不用再那麼辛苦打那麼多的字 那基本上你只要 Nanity有支...太多了 其實Nanity支援很多種Dialog 比如說問問題啊 然後要挑出警告視窗啊 然後... 問User一個... 問User說我要輸入密碼 等等之類 就是非常簡單 那我寫的這個VSGUI 就是要讓... 你只要... 你只要用那個... 我預設的那個... Raver Function 那就可以不用... 直接去... 建... 用... 就是建Instance 然後再去comments 這樣比較... 麻煩 有時間到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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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謝謝 謝謝